哈囉大家好,我是子豐 先前我們聊過了台岡樂天和統一的新賽季羊匠配置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好好針對剩下三隊幾年度的羊匠好好深入聊一下吧 那在影片開始前,如果你想更了解棒球數據的意義 就趕快訂閱我的頻道,並且開啟小鈴鐺還要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一起來認識數據棒球喔! 如果想要回過去棒球資訊和前面故事,也歡迎點就上角觀看! 這一集就讓我們從富邦開始看起,富邦這次續約的養將只有一位 也就是這兩年非常仰賴的牛棚大將傅蘭哥 他在中指的壓制能力和火球威力基本上不用多講 要討論的應該只有,中指達者會不會慢慢適應他和突破他 以及他會不會因為牛棚的壽命比較短,所以開始出現退化的問題而已 三位先加入的先講羅哥 年僅26歲的他過去曾經短暫上過大聯盟 生涯主要是在3A,但表現上並不是太過理想 但讓生涯跳過2A的成績 因此他只有證明過自己能站穩高一加等級 去年主要是在獨立聯盟喔! 但在墨西哥聯盟出戰17場先發,倒是角度挺出色的成績 尤其是在墨西哥聯賽這種偏打者聯賽 他的壓制能力算是蠻出色的喔! 至於他在委內瑞拉冬季聯賽,雖然不是表現得那麼亮眼 但是也是有平均以上的水準 如果要說他的問題,應該就是面對比較高成績的打者 壓制能力下滑得很快,會很容易被敲出安打 球速可以達到93英里的他 還有升卡球、滑球、曲球和變速球可以當作武器 但曲球使用量比較低一點 要說這幾個球路最出色的應該是滑球 能有效製造大量回空 本身算是偏滾地球投手型的他 過去曾經和富蘭哥與艾普勒曾經當過隊友 而布蘭登也同樣是來自於墨西哥聯賽 一樣是在2021年短正上過大聯盟投手 生涯在2A、3A表現也都不是那麼亮眼 也就是說他和前面提到的羅哥有著類似的經歷 去年在墨西哥聯賽的表現雖然沒有那麼搶眼 但以這個聯賽的特性也絕對稱得上是出色了 本身比較大的問題還是控球沒有那麼好 在製造三陣能力上也沒有太過出色 是比較大的一優 本身均速可以磨到95英里 搭配升卡球、滑球和變速球進行攻擊 但主要還是變速球啦 滑球使用量並不高 不過不得不說他的變速球製造的揮空能力真是誇張強 突破5成可以說是非常恐怖的表現 只是近期在多地聯盟球速下滑得有點快 少了3-5英里可以說是非常多 因此壓制能力也開始大幅下滑 本身是滾地球形態的投手 的他相對於羅哥會跟揚藍內野守備 主要還是在於他的三陣能力並不算太出色 加上面對左打者壓制能力嚴重不如右打者 因此在中指能攪出什麼樣的成績倒是滿讓人好奇的 最後一位也算是熟面孔 只是改個名字換個對的克維斯 過去兩年大概統一的克維斯 基本上應該不會有適應不良的問題 去年是有角速不差的表現 但如果攤開面對各隊表現 就不能注意到他過去的好表現 主要是集中在現在的母隊富邦寒將身上 其次就只有龍隊比較容易被他三陣而已 加上本身控球不經理想的問題 一直都是存在隱憂的 今年轉隊後能用什麼樣的表現 就滿值得觀察 洋將換球隊到底能不能順利存活下去了 同樣是製造大量滾地球的他 一如富邦這幾年熱愛的洋將類型 但還是像我去年提及的問題 富邦內野能給這些滾地球投手多少的資源 除了影響他們的表現 更是直接影響到球隊的戰績 下一隊則是洋將戰備上 補到極致的忠心兄弟 除了將原本的德寶拉和艾斯特 以及去年受傷的夏茉莉續約 還找來兩位洋投手 現在看到續約的德寶拉 這幾年雖然年紀而逐漸退化的身手 雖然還是有一定的吃局數能力 但表現已經不是過去那個 在這裏十足的王牌投手 甚至表現上已經落到平均等級的洋將水準而已 獲得續約後 大概也是看一年少一年了 艾斯特在去年季中來台後 應該是讓大家印象深刻 頂尖的Sweeper 讓不少中指達得吃盡苦頭 尤其第一輪對決時的壓制能力 基本上是無話可以說 那雖然續戰力和內戰力是弱點 但是光是每一場都能穩穩吃個骨局 就已經很不容易了 因此這次也獲得中心兄弟全力續約 是不太意外啦 而看到兩位信仰降前 稍微聊一下夏茉莉 過去曾經有 在中指有過號稱機 去年因為喪事只有投了一場 本機因為延遲合約 所以到了今年 那所以留下來的他 原則上 這三位會是中心兄弟最熟悉 而且最信任的投手 兩位新同學 克底前年還在大聯盟奮鬥 去年到了韓子其實表現不差 雖然有稍微偏高的保送問題 但三隻能力也有一定的水準在 不過嚴重愛轟問題 就是他一直存在的狀況 在中指這個難開轟的聯盟 或許反而會稍微吃香些 本身直球均速代入在93英里 搭配滑球、變速球、曲球和卡特球 其實主要還是以直球和卡特球作為攻擊組合 而且也有能力製造不少的揮空 都是優勢 去年在韓子創造了大量滾地球 倒是和生涯互曉的差別 這點如果能帶來中指 在中心兄弟這個內野手臂強悍的隊伍 絕對是大加分 不過去年最後因為傷勢而沒有能留在韓子 本機表現會不會也有受到影響 就是另外一個關注焦點 至於猛登 雖然有多年大聯盟經驗 生涯在大聯盟和3A成績 那也雖然說是不能說太出色 不過至少還是說東歸中舉 只是前年開始下滑的表現 在去年更是在3A角度慘烈的成績 其中一個大問題就是他的控球 出現了很大的狀況 導致保送率節節飆升 直球均速92.5英里的他 滑球、變速球、曲球、升卡球和卡特球 都是他使用率有超過10%的武器 也就是說靠著多種武器組合來混淆打者 除了近年控球出問題以外 被打Line Drive 比例也一直都不低著他 這項容易挨轟的特性 都是有需要觀察他能在中指 繳出什麼樣的成績的緣故 這是中繼兄弟 因為總共有5位洋頭 因此從春訊就要開始競爭4個名額 誰會暫時被擺在名單外 應該很快就會揭曉了 最後看到衛冕軍、衛拳 原本希望把三位主力洋頭都續約的衛拳 卻因為不理漢、奪冠後決定多陪伴家人 因此至少上班季不會再來台 而在鋼龍和武奪續約後 雖然兩人都已經很熟悉中指 而且有不差的成績 但這幾年隨著年紀和對手熟悉度上升 表現也稍微下滑 今年還能維持多少水準 也將會是另外一個小影唷 死懷衛拳還找來了去年集中敵隊的 前富邦洋將艾普勒 身為滾地球類型的投手 雖然說本身製造揮空能力並不算太過亮眼 但還是有一定解決達成的能力 但他這次改善衛拳戰袍後 能不能延續去年成績 其實更關鍵的應該是 他能不能找回資深過往的山陣能力 兩位新加入的洋投手 投手版本的赫雷拉 在2021年離開小檸檬體系後 就一直在日子當玉城洋將 曾經是經典賽哥倫比亞國手的他 其實過去兩年在日子二軍表現並不能算是太出色 有偏高的保送問題 和不出色的山陣能力 甚至對手也很容易掌握他的球路 進而開轟 都是他不太容易在終止生存的可能點 主要是靠著大約92英里的直球 以及滑球和變速球作為武器 但是變速球的使用率非常的低 也是為什麼衛拳 目前把他牽下來當玉城洋將而已的緣故了吧 至於最後一位 生涯都待在紅襪小聯盟的高梅姿 其實算是去年才重新回到先發的角色 生涯、單季、投球局數都不多 絕對是他的一大隱憂 此外去年在2A和3A不理想的表現 也跟他嚴重浮腫的保送問題有很大的關係 雖然能夠有著出色的山陣能力 但因為堆雷包給自己堆出麻煩 加上容易哀哄的問題 都是他最後被釋出的緣故了 直球均速只有89英里的他 主要搭配滑球和變速球作為武器使用 其實除了直球以外的球路 都有不差的製造揮空能力 但容易被打Line Drive的問題 也會是他除了保送以外 另外一個可能會在終止很辛苦的地方 這次衛拳5位羊頭 扣除赫雷拉暫時應該就是定位在玉城羊匠以外 一軍應該會是優先以3位老面孔為主 而高梅姿大概就是備用投手的角色了 這次6隊羊匠都已經接受完了 其實各隊在羊匠的軍備上都是用盡全力 甚至找來幾個和過往終止不一樣的投手類型 都可見這是各隊在羊匠上的用心與權力拼救賽態度 不知道你們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都歡迎在底下一起留言討論哦 接下來還會帶大家關注各個棒球的焦點 也祝福各位支持的球隊都能一支英球 另外要記得訂閱分享加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最新影片哦 我是指楓 我們下次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也請記得訂閱按讚加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第一時間的最新資訊哦